第二次提 二次提到二十六提是提主 酒精在充足的氧气中燃烧会产生二氧化碳和水蒸气 反应是C2H5OH加O2生成CO2加H2O未平衡 经取92公克的酒精来燃烧 是回答下列二十四到二十六提 第二次提是我们说反应式平衡后 各物质的系数总和是多少 我们看到我们方程是C2H5OH加上O2 会产生CO2加上H2O 老师在教化学方程式的平衡的时候说 我们从最复杂的分子开始把它射做一或二 我们就把这个最复杂的酒精射做一 然后从两边各只出现一次的开始平衡 我们这边碳出现一次 这里碳也出现一次 所以碳平衡好 这里有两个碳 所以这里要写二 这里写二之后本来是要平衡氧 不过氧呢 左边出现过两次 右边也出现过两次 所以我们暂时不要动 我们看到另外一个氢 这里有五个氢 这里加一个氢有六个氢 所以左边有六个氢 右边就要有六个氢 所以这要写三 那么我们的碳跟氢都平衡就要来看氧 那么这边总共有所谓的四个氧 这里总共有所谓的三个氧 合起来有七个氧 这边扣掉这里的一个氧之后 还有六个氧 所以这里就要写上个三 那么这样子我们氧也平衡好了 所以我们碳氢氧都平衡好了 我们方程式就平衡好了 它的系数总和就是 1加上3加上2加上3 合起来就是左位的9 所以第二次提问我们说 反应式平衡后 各物质的系数总和是多少 我们答案选择是B9